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验投身到大自然怀抱中去的情趣 这也是本课的学习重点 三 热爱春天 愿意去观察发现 这是本课的学习难点 我们来看看这一课有哪些字是需要我们会写的 第一个字是冲 冲是翘舌音 生母是吃 冲可以组词冲出 冲动 好 请小朋友们观察一下 这个冲字怎么写会写的对 写的好 首先它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偏旁是两点水 注意只有两点哦 点 提 右边是一个中字 这个中字啊 我们要写在哪呢 我们竖的时候啊 这个口呢 要写扁一点 然后横折的折 我们要碰到横中线 这个口的横呢 压在横中线上 稍微往上提一点 记得把树 压在树中线上 这样这个冲字就会写得很美观了 一起来试一试 第二个字是寻 寻 圣母是吸 寻可以组词寻找 探寻 好 请小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循字怎么写 上面的部分呢 是横折 横 横 注意了 第三横啊 不能出头 下面是一个寸子 这个寸子呢 横我们要写长一点 这样可以拖住上面的部件 竖钩呢 我们可以接着上面的部件写下来 要离这个树中线呢 稍微有一点距离 最后就是一点 好 一起来写一写吧 第三个字是姑 姑 我们可以组词 姑姑 姑娘 有没有发现这两个词啊 宁老师念的时候都是轻声 对了 姑姑 姑娘 姑呢 我们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 有小朋友发现了它左边呢 是一个女字 右边是一个鼓字 还有细心的小朋友发现了 这个女字做偏旁的时候 这一横不出头了 变成了提 对 这个撇呢 是要出头的 而且这个撇呀 与撇点的撇 我们要写的平行才美观 右边的鼓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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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横啊 在横中线这里起比 然后口字从树中线这里起比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下面一个字是娘 娘 娘 她的声母是呢 鼻音 孕母呢 是后鼻孕母 昂 娘 娘可以组词 姑娘 娘娘 还是读轻声 好 这个娘字和刚才的姑字有什么共同特点呀 对 她们都是女字旁 所以待会儿小朋友们写的时候要记住咯 这个横不要出头 变成短短的提 右边呢 也是一个梁子 右边的梁子要想写好的话 我们点起比的时候啊 可以从树中线这里起比 然后呢 这个树提就直接压在树中线上 这里的短片呢 要从横中线上方一点起比 那就在这个横和树提交接的地方 开始写 记住不要出头哦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这个娘字 这是一个土字 土啊 我们可以组词 谈土 吞土 其实呢 这个土字还是个多音字 你们知道它还可以读什么吗 对 它还可以啊 读吐 比如说 呕吐的吐 这个土 看上去很简单 就是口加一个土 那么小朋友们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它的建架结构 左边的口呢 在左方 离这个树中线呢 有一定的距离 右边的土啊 我们这个两横呢 上横短下横长 都要超过树中线 然后这个树呢 可不是树在树中线上 看清楚了没有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这是柳字 柳 哇 看上去笔画挺多的是不是 我们先看看主词 待会儿啊 我们再来写 柳可以主词 柳树 柳枝 这个柳它的偏旁是木字旁 木字旁我们写过很多次了 记得把那改为点 小朋友你们知道这个木字旁右边的是个什么字吗 它念毛 对 这个毛啊 是撇 树 蹄 还有一撇 小朋友别忘记了 这撇啊 长长的树撇 最后呢 右边的笔顺是横折勾 写完了 最后写树 我们观察一下这一树啊 是最长的 而且起笔的时候呢 从木字旁到中间的部件 到右边的部件 好像下楼梯一样 发现了没有 好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这里呢 还有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荡 荡 荡 它也是一个后笔音 荡 荡 荡 我们可以主词荡秋千 还可以主词回荡 小朋友们请仔细观察 这个档子是什么结构呀 对 它是上下结构 它的偏旁是草字头 得把草字头啊 写得长长的 盖住下面的汤 可不能呢 让三点水啊露出来了 下面的汤 我们来看一下三点水 然后横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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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这里的横折 折 折 勾的这个折 我们可以靠近这个横中线的地方写 然后短撇呢 可以离这个树中线啊 偏幼一点的地方写笔 第一撇 第一撇短一点 第二撇长一点 记住了吗 一起来写一写 这个字念桃 桃 我们可以组词桃花 也可以组词桃树 桃也是木字旁的字 木字旁右边知道是个什么字吗 是赵字 赵 小朋友们知道它的笔顺吗 我们先写撇 然后写点提 树弯钩 最后写撇 点 注意中间的这个撇啊 它是树撇 而且它呢 在中间的话 它与旁边的两树相比 比较短一些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桃子 这是一个性字 这是一个性字 性是后笔音 硬 性 性可以组词 性花 性字 好 小朋友们观察一下 它是上下结构的字 上面是一个木 下面是一个口 这个性字啊 要想把它写得美观呢 我们发现它的撇和那 要写得很舒展 要能够盖住下面的口 这个口啊 写得扁一点才好看 而且这个木字呢 我们把这个树 压住树中线 就会写得很好看了 来 试一试 接下来的这些字呢 它属于二会字 就是要求小朋友们 会认 会读就可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拖 拖掉 拖 拖 拖 这是一个临生母音节 没有生母的音节 拖 免拖 羞 害羞 遮 是翘舌音 生母是知 遮 遮掩 还有 掩 眼 掩 这是钳笔音 眼 掩饰 探 掩饰前鼔音 探寻 嫩 生母是鼻音 愚母呢 也是前鼻音 嫩绿 浮 还有这个是解 解动 这个字啊 如果念性的时候 在做一个人的名字的性的时候 你们知道读什么吗 它就变成了谢了 是不是很神奇 触翘舌音 触摸 杜鹃 好 我们学习了二绘字和四绘字以后啊 我们把这些字带进课文里来 一起来认一认 学一学好不好 首先跟念老师一起来 学习两个自然段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 冲出家门 奔向田野 去寻找春天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这里是用叠句 增强语气 表现出孩子们愉悦的心情 什么叫叠句呢 你们能不能想到 哦 有小朋友说 放学了 放学了 对 这也叫做叠句 脱掉 冲出 奔向 这呢 一系列的动词 表现孩子们的兴奋 向往 急切之心 那除了这些动词 小朋友们 你们还能 你们还能想到哪些动词啊 推开 跳出 对 这也是动词 那我们接下来 你们 小朋友们 接下来你们觉得 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会比较好啊 哦 用很兴奋 快乐的语气来读 来 我们再试一试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 冲出家门 奔向田野 去寻找春天 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 遮遮掩掩 躲躲藏藏 我们仔细地找啊 找啊 害羞的小姑娘 遮遮掩掩 躲躲藏藏 这里啊 运用了比喻你人的手法 表现出春天的俏皮可爱 好 我们也一起啊 把这两句话再读一读 看看你们能不能读出春天的俏皮可爱 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 遮遮掩掩 躲躲藏藏 我们仔细地找啊 找啊 下面一个自然段 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 那是春天的眉毛吧 小草眉毛 这里啊 用了疑问句式 那是春天的眉毛吧 你人比喻的修辞方法 表现小草的形态 是怎样的呢 害羞而娇俏 接下来 您老师想听一听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把这个疑问的句式 它的特点读出来 一起试一试 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 那是春天的眉毛吧 下面一顿 早开的野花 一朵两朵 那是春天的眼睛吧 野花 眼睛 这里呢 同样是用疑问句式 及你人比喻的修辞手法 它来表现出野花的形态 虽少 而迷人 好 我们一起要用疑问句式的语气 来读出野花的迷人之美 早开的野花 一朵两朵 那是春天的眼睛吧 树木吐出点点嫩芽 那是春天的音符吧 嫩芽 音符 同样是用了疑问句式 你人比喻的修辞手法 表现树木 生机勃勃的形态 在这里呢 宁老师想提醒小朋友们啊 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三次出现疑问句式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在读的时候啊 稍微有点变化 比刚才两个疑问句式啊 可以稍微呢 改变一下节奏 读快一点试试 来跟你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树木吐出点点嫩芽 那是春天的音符吧 解冻的小溪 叮叮咚咚 那是春天的琴声吧 这里的丁是后笔音 叮咚咚咚 小溪 琴声 这里也运用了疑问句式 逆人比喻修辞手法 表现小溪的流水潺潺 好 我们也来读一读 读出小溪流水潺潺的美妙 解冻的小溪 叮叮咚咚咚 那是春天的琴声吧 春天来了 我们看到了她 我们听到了她 我们闻到了她 我们触到了她 她在柳枝上荡鞦韆 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 她在喜鹊杜鹃嘴里叫 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这里的看到 听到 闻到 触到 是运用感官描写 突出春天的无处不在 小朋友们想一想 如果让你用上这几个词啊 你可以怎么来形容呢 有小朋友说 她看到了美丽的柳条 她听到了小鸟的叫声 闻到了芬芳的花香 触到了细嫩的心芽 对 这也是运用感官描写 她在柳枝上荡鞦韆 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 她在喜鹊杜鹃嘴里叫 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告诉我们春天在哪里 这个省略号啊 说明啊春天还在许许多多的景物当中 需要我们细细的去观察 好 那么读这一自然段的小 那么读这一自然段的时候啊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令老师感情上的变化呢 对 看到 听到 闻到 触到 可以一次比一次声音读的大一点 感情更充沛一点 包括后面的在哪儿 干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感情递增的方式来表达 好 小朋友们和您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读出我们充沛的感情 春天来了 我们看到了她 我们听到了她 我们闻到了她 我们触到了她 她在柳枝上荡鞦韆 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 她在喜鹊杜鹃嘴里叫 在桃花杏花 吃头笑 读得非常好 本文是一篇语言优美 意境丰满 充满儿童情趣和文学色彩的美文 作者把春天比作一个小姑娘 表现了春天 表现了春天的美好 与孩子们的纯真 传达出一种 勃勃的生机 这篇课文的结构呢 我们再次来梳理一下 找春天 这篇课文 分为寻找春天 美丽的春天 以及找到春天 三个部分 其中 美丽的春天呀 她通过对小草 野花 嫩芽 稀水的想象来描写 小草像是春天的眉毛 野花像是春天的眼睛 嫩芽是春天的音符 那么稀水 就是春天的琴声 这篇课文呢 表达了作者啊 发现春天 热爱春天的思想感情 照样子写词语 你们会不会 好 取了两个例子 遮遮掩掩 躲躲藏藏 小朋友们发现了 它什么特点呀 它们都是 AABB式的四字词语 你们能想到哪些呢 有叽叽喳喳 叮叮咚咚 嘀嘀哒搭 隐隐约约 明明白白 星星点点 高高兴兴 痛痛快快 非常好 仿照下面的句子 试着写两句话 你们会吗 展开我们 丰富的想象吧 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 那是春天的眉毛吧 早开的野花 一朵两朵 那是春天的眼睛吧 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雨滴从天空飘过下来 那是春天的泪水吧 绽放的迎春花 一蹴一蹴 那是春天的笑脸吧 作者把春天比作一个小姑娘 她害羞 所以遮遮掩掩 躲躲藏藏 她美丽 有着嫩绿的绣眉 和色彩斑斓的眼睛 她活泼 娴熟地弹奏着动人的音符 快乐地荡着鞦韆 兴奋地叫着 笑着 多美的春天啊 小朋友们 宁老师告诉你们啊 生活中永远不缺乏美 缺乏的只是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 用我们的慧眼去看世界 去找春天 然后把你们找到的春天写下来 和大家分享 好吗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 小朋友们 再见